讲修行 落实生活 讲经典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1018 无不受者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义无不受者 岂有一体五用之名 此乐无有受者 此苦亦无有受者 没有受者 你为什么会叫口连天呢 谜 有一个人在谜吗 悟 有一个人在悟吗 如果你单单谈答案 不谈过程 你会觉得 如果我从根本的答案来反推 我只要直接突破这个问题不就好了吗 很多人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 他会回归最织末的东西再慢慢谈起 我建议你们 不要觉得自己在修行 我这样讲虽然是比量 虽然是一种观念 但是你之前不见得有这个观念 比如 你在做早课和晚课 你只知道你在做早晚课 但是你不要觉得 好像有一个我在修行 你要更深地问 真的有一个我在修行吗 修行就是修行 讲修行也太好听了 诵经就是诵经 诵完经 打坐就是打坐 把自己的比例看淡 金刚经为什么能让你见性 因为它谈任何概念 一谈出来 马上就破你那个概念 同理 做禅是做禅 做家事是做家事 做工作是做工作 透过如此 让你对我值慢慢地淡掉 义无不受者 但你认为没有一个人在受 那你就不用修了 这叫断命 也是不对的 故佛约不可说 这个意思你不要揣测 你只要彻底不执着就好 彻底放下 你自然会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没有放下 谈论你是什么 自欺欺人 故六祖约 迷人口说 智者心形 原始佛教不太承认 义无不受者 更反对你往生极乐世界 他们认为 诸法无我 还谈什么往不往生的问题 但是 这是有盲点的 你若只悟到无有受者 很容易偏空 以事实来证明 真的没有一个受者吗 你为什么会有反应呢 是谁在反应呢 为什么你知道苦 知道乐呢 无有受者即无我 无不受者即觉性 众生既有佛性 即是觉性 心无形无相 但你却能感受 所以 原己性空 要同时讲 缺一不可 其有一体五用之名 体即法性 五用即五韵 体不是真实有个体 原则上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性 用 当然会用 这些都是假名而已 为了全巧方便讲 问题是你不要乱用 当佛在讲全巧方便 你不要认为是真实 就像你借助一条船过河 但是船不是目的地 佛讲的名词 或六祖讲的体性 法性 法相等名词 是要帮你误导而已 你不要抓着不放 如果六根接触六臣 那就是十二用 如果六根六臣六十 那就是十八截 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 怎么会没有用呢 以禅宗的角度 不必分一体五用 那就是心 就是心的本体 现象 作用 那一天 有一个南传的法师跟我聊天 说他都在观心 他谈了一番之后 我跟他讲 你不是在观心 你是在观念头 你谈的只是心的作用 你还看不到心 你看到的是心的什么作用 是生灭 我说生灭 其实是客气话 一般人是看不到生灭的 能看到生住易灭的 至少是解脱的阿罗汉 也就是 你久久看到一个念头的变化 其实 你已经想很久了 你才察觉 你还没有真正清楚 你会产生一个错觉 你觉得你可以看到 其实 你生那个念头 你看不到 住那个念头 你看不到 易那个念头 你也看不到 你所看到的只是情绪的转换 那都是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是很粗糙的 如果你想要这样修 我反而会跟你讲 你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 你直接去修感受比较容易 即 你现在是停留在苦受 还是乐受 还是不苦不乐受 你知道你的感受 然后不执着这个感受 文后思维 你还被你的感受影响吗 心平和老耻戒 行止和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 感恩